汽機車來回穿梭 但駕駛的行車記錄器 拍下驚險一刻 機車騎士煞車不急 當場追撞不打緊 甚至連人帶車蓋棉被 直接翻了過去 不只自己重摔在地 飛出去的機車 更直接砸在前方騎士身上 顯像還身 實際回到四方現場 可以看到當時翻滾的機車 就停在路旁邊 可以看到他的車燈 已經搖搖欲墜 而且整個車殼 已經是殘破不堪 不難想像當時撞擊力道 有多大 車禍地點就在新北市中和景平路 原來當時前方汽機車 突然減速 就是為了禮讓行人 但後方的蘇信騎士工程 當時自己正在抓癢 才會沒注意前方車況 所信肇事的蘇信騎士 只有全身輕微擦挫傷 一度被壓在車下的女騎士 也只有手掌擦傷 車禍 為什麼 不曉得 可能規劃上的問題吧 交叉路口車流大 本來就常發生車禍 但恐怕誰也沒想到 這回車禍原因 竟然是一時分心抓癢 三星有何夢九遊桃 新年報導